他要電火了 電火了 來了 哇 好重的味道喔 小魚 加油 有賽 哇 出發了 我們今天要來一個非常特別的新程 對 世界之後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球隊金傘黃火季 沒錯 而且我跟翔哥 其實兩三年前就知道這個活動 那時候可能因為季節 或是環境的狀態 就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看到 很漂亮的魚量 但是今年 好像有點機會了 然後這邊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其實在前幾年 政府有為他申請做世界文化遺產 因為目前世界上只稱這邊有這種 鱉魚的方式 上船的 我們現在在蹲點 有 突發了 離開鎮冰漁港 先黃黃葉像明年 一下應該就開過去 地質是很特殊啦 可是看不出來什麼 這個啦 喔 這角度喔 我看不出來 來 花 換一個角度 我們現在前面這個就是 又叫竹台魚 在我們正前方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到魚 藍色一條一條的 應該是彷彿這個射出來 藍色是本來覺得天空的顏色 好 前面那一台是不是 這時候等於是專門在表演給 觀光客拍他們的捕魚方式的 漁民今晚要捕的魚兒們 其實是青鱗魚喔 因為牠們的習性 在晚上會棄息在沿海的潛灘處 漁民們必須耐心的 等到完全天黑的狀態 才能利用火焰強大的光源 吸引有趨光性的青鱗魚 跳出水面 而青鱗魚一直以來 都是以飼料魚 作為主要用途 專門拿來餵養 經濟價值高的龍板石丹魚 哇 它電火了 來了 哇 好重的味道喔 小魚 加油 哇 好重的味道喔 哇 哇 哇塞 哇 出發了 現在我們親眼看到的 就是世界唯一僅存的 黃火捕魚技法 漁民俗稱 目前蹦火傳呢 全世界僅剩下三艘而已喔 蹦火這項傳統漁法 據說是由凱達格蘭族的 分支拔賽族所傳下來的 其實是已經傳成了超過百年的記憶喔 那大家有想過 蹦火的火是怎麼產生的嗎 在最早以前是以燃燒竹子 做成火把 到後來是黃絲 加上水產生了以缺氣體 並在蹦的一聲下 瞬間點燃了火炬 大量的青稜魚 才會受到光的吸引而跳出水面 讓海面閃起了點點金光的景象 它會一直換地點 可能這裡的魚抓完之後 就去其他下一個地點 他們說一個晚上可能會有幾趟 就不會只有一次而已 就是大家不要太失望 因為我剛發現它前面有人 用探照燈在照魚 喔 是喔 對 它前面有人有個 拿很大的手電筒 它先用探照 然後它才去發火 短短的幾個小時內 船長跟船員們的分工 可是非常仔細的 現在船頭的是火葬 負責找魚指揮船的方向 還有下王的判斷 當指揮的吹哨聲響起 第一聲的蹦之後 先確定方向 第二聲的蹦是觀察海裡的魚量 第三聲的蹦才是點火開始撈魚 其他的船員們稱之為海角 通常四到五個人一組 他們會利用三叉網 看準角度 將魚打撈入船艙中 當然不要小看這個過程 從海流 漁況 海水深淺 收放網的時機點 每一個環節只要稍微判斷錯誤 漁民們就會空手而歸 功虧一虧 是一個非常需要技術 也相當嚴謹的捕魚方式喔 沒想到台灣竟然有 這樣特殊的捕魚文化 我們追了三年漁況都不是很好 終於在今年青年目睹眼前的美麗奇觀 在全盛時期金山這裡 據說大概有五十艘的黃火捕魚船 但現在只剩下三艘的魚船數量 是為什麼呢 因為用黃火捕魚其實有很多的限制 季節限定一年中 就只有六到九月適合捕撈青鱗魚 也因為氣候的變遷 海洋的污染 讓近年的漁獲量大大的減少 漁民們也很難 再依靠這樣的捕魚方式維持生計 再加上年輕人口流失 面臨技術失傳的問題 種種因素黃火捕魚漸漸成了 夕陽的產業 其實我覺得非常推薦 就是沒有看過這個景象的朋友來 然後或者是 我覺得外國朋友看到 應該也會覺得超震驚的 過去竟然是用這種類型的捕魚方式 就完全突破了我對捕魚這件事情的想像 然後你會把這個把這個解決定 還是有一個分別的 但是這個能量 但是這個我們是否有些 好奇妙的 解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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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